小高你在某种程度上 你的工作能力 他们是不能比的 我合作过很多人 是这样吧 高 你是觉得活太多了 还是觉得真的太少了 哇 好直接 各位好 那我们开始上今天的课了 非常感谢 看来今天朋友不少 塑造了孩子学习的能力 学习的欲望 学习的方法 也就换句话讲 学校教育就是提供 水或者海洋或者池塘 青春期以后 父子关系冲突会非常激烈 所以你必须明白 他们其实蛮厉害的 两个人全网粉丝一千多万 之前老鼠曾经说过说 我们要给客户提供 一条龙的服务 我当时也非常开心 我觉得可能我们真的 有一条龙的服务团队 我后来发现 其实我就是一条龙 我就是那条龙 从最开始走进这个公司 你会发现前台就是我 账务是我 刻画是我 运营 财务 行政 市场 基本都是我 不是太牛了 这个 嗯 那先剪摸和舞厅吧 他们之间真就是这么发条视频 然后就 他连个网盘都没有 你看看 他是微信发 他直接微信发 他就给他剪出来了 那我觉得他这个包装的还可以 就如果不包装 那个真的就没法看 所以才说小高很厉害 对 小高很厉害 画腐朽为神奇 我自己也做自媒体 然后我有时候也会 自己给自己想内容 然后做剪辑 然后去拍摄什么的 我都觉得有点难了 对 对 而且他很高笑地在输出 嗯